在现场徐正蔚热情邀约下台北华岗艺校还有崇佑影艺科技大学 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办了回南新华艺情舞动青春 华联各校与华岗艺校联合艺术展演活动 现场徐正蔚特别请您欣赏表演 学生们各个表现出最精湛的舞技也散发出轻松活力和热情 在现场徐正蔚热情的邀约之下 台北华岗艺术学校以及崇佑影艺科技大学 并且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办理回南新华艺情舞动青春2022 华岭各校以及华岗艺校联合艺术展演活动 这次演示由台北市立华岗艺术学校校长丁永青女士 建设带领该校舞蹈科、虚剂科表演艺术科的学生们 来华岭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表演活动 并且邀请崇佑影视科技大学师生 提供专业灯光影响以及介绍的表演 现在许多表示 花岭的文化艺术表演在这两年大方异才 尤其在今年无论是国小、国中乃至到高中 全国比赛都是特优的 感谢华岗艺术多年以来来到花岭跟民意国小 以及花岭国中切磋交流 进而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让花岭舞蹈艺术教育向下扎根向上成长的主张 在花莲我们的文化艺术表演 在这两年真的是大棒异彩 尤其是在今年 无论是国小或国中乃至于高中 在全国的比赛都是特优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 要谢谢华岗艺术多年来来到花莲跟我们民意国小 以及花人国中来做对接以及来做切磋和交流 我想增加孩子的视野以及增加孩子们 再跟外县市专业舞团来做交流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交流 另外在109年花莲县承办我们的全民运 也跟台一大的舞蹈系的学生来做交流 这样子对我们整个花莲文化艺术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个劲道非常地重 以及在整个花莲县文化局 以及园民处 在推动舞蹈我们在地的艺文团体 所以这两年真的花莲好棒 但是我们依旧要非常非常谢谢所有的家长的支持 现在协表示 尤其在109年花莲县政府承办 109年全民运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舞蹈学系合作演出 对整个花莲文化艺术的提升更是一大帮助 然而这些成长都要感谢所有家长们 给孩童鼓励以及支持 县福教育处今年度也会提高 孩童们到外县市比赛的时速以及交通补助 就希望鼓励孩子们多参加比赛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梦想舞台上发光发热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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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